今年46岁的TVB新进市敌马国民 如愿以偿地坐上市敌宝座后 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一到失婚年龄的马国民 感情却一直没能开花结果 自从去年黄欣颖出轨 两人分手后 马国民重新登上TVB 最然是王老五的位置 而网友最近也批批希望 他与干妹妹唐师勇正式拍拖 两人对外一直表示不来电 最近几天 有香港媒体拍到 马国民多次开车 接送唐师勇 两人表现亲密 2017年马国民与黄欣颖宣布恋情 2019年7月 马国民正式与黄欣颖分手 没想到结果情场失忆 事业得已 马国民凭借白色乔人的表演 首次获得TVB最佳男演员的称号 在45岁 终于拿到了很多香港男艺人 梦寐以求的实地宝座 风光的很 马国民性格低调 每次谈恋爱也是和圈内人谈的 比如上一个女友黄欣颖 比如再上一个女友胡定欣 马国民与唐师勇相识多年 多次合作塑造了荧幕上深入人心的情侣形象 然而事实上早在多年前 就有报道指出马国民对唐师勇有着单恋之情 但唐师勇当时已有男友 所以马国民退到好友间哥哥的位置 多年来默默守护着他 最近几天有香港媒体拍到 马国民多次开车接送唐师勇 俩人表现亲密 其实马国民和唐师勇已经被传很久了 非常巧合的是 在马国民拿下试地的那天晚上的现场 给他颁奖的三位女艺人中就有一个是绯闻女友唐师勇 其实回看当晚的直播 我们就会发现 在现实中很多同事都已经把唐师勇和马国民看成是一对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唐师勇、李嘉欣和胡定欣三位立即侍候一同颁奖 而三人在谈话当中说出心中人选的时候 李嘉欣就说了 我因为拍白色强人当然偏心马国民 然后他转头看了唐师勇 接着说 你也是拍白色强人 应该也是马国民吧 不过我相信观众会更希望你在现实中会选马国民咯 然后现场起哄 随后宣布最佳男主角的时候 马国民也是由绯闻女友唐师勇手上接过讲座 这几天有香港媒体报道 最近连阵来多次拍到马国民开着自己的黑色奔驰车 出现在唐师勇居住的清水湾小区门口 两人平平见面 除了坐司机送唐师勇回家 马国民还把车拿给唐师勇开 十分默契 当天下午三年左右 家住在太古城的马国民 开车前往唐师勇 位于清水湾半岛的公寓楼下 过一会儿戴着口罩素颜的唐师勇上了马国民的车 两人先是前往丑屋店买了一只猫抓板 应该是给唐师勇的猫买的 马国民一直在车上等唐师勇 之后马国民送唐师勇回家 放好东西以后两个人再开车出去 而另一天在晚上六点左右 香港媒体看到唐师勇开着马国民的车回到了清水湾半岛 下车后马国民换司机位准备回家 看来同一辆车两个人开也不是第一次 但马国民表示只是一起去做运动打发时间 因为两人之前一直以兄妹相称 所以唐师勇开车是平常事 非叫大家不要想的太多 他说有时候也只是顺路 接送妹妹一起去吃饭 马国民家住在太古城 而唐师勇家住在清水湾 两个地方并不顺路 而且相距甚远 而且马国民与唐师勇两个人在车上 都没有戴口罩 看来两个人也是对对方非常信任 经历前女友黄欣颖出轨背叛后 马国民恢复单身 有很多拍档和女生都对他表示欣赏和好感 不过马国民早前接受访问时表示 自己不想这么早想干情的事情 一心想在工作上努力 马国民和唐师勇同是铁马兄弟团的成员 而作为铁马兄弟团的唯一女成员 唐师勇一直深得哥哥弟弟们的疼爱 和干哥哥马国民关系特别好 其实在今年《白色强人》这部剧集播出之前 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认为 唐师勇和马国民外星超般配 在《白色强人》播出后 更是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电视机前和网络上的观众 似乎都更希望他俩在现实中能够在一起 就零之前杨仪宣布自己怀孕 而马国民在社交平台转发并表示祝福时 下面的网友都催促他 干情和唐师勇在一起 这样他也可以拥有这样的幸福 唐师勇今年39岁 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打拼多年 之前他谈的恋爱全部是和同事谈的 2005年崔建邦与唐师勇相恋 2009年崔建邦与唐师勇分手 2003年拍摄剧集 《在的有情人》时 与洪永辰擦出爱火花 排头三年多 2017年5月分手 马国民自从与黄欣颖分手之后 豪斯运势一直在倍增 不但先后获得诸多的观众员 更是在内地打开市场 以及获得前段时间的势体称号 一路走过虽然不容易 但却让人十分佩服其耐力和勇气 未有感情一直让人着急 虽然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被网友撮合 与好女友唐师勇相恋 但两人却打死不承认 只承认对方为好友 前段时间 马国民生日期间 虽然有着知情人爆料 两人隐私交往 但却没有拍到两人约会的照片 让人很难相信他们正在恋爱 不过2月20号 港媒徒绕抛出独家消息 疫情期间 唐盛与马国民多次约会被断诊 能够再次情况下约会 足可见得两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虽然黄欣已被爆出 再度打赏人夫 但马国民这段时间 一直也没有寂寞 唐师勇的陪伴 好似让其脸上多出了更多的笑容 也许正是因为长时间的相处 才会产生不一样的倾诉吧 换车期间 见到两人默契度十足 想选一辆车两人家 并不是第一次了 下车之后 马国民熟练的为唐师勇 递上一个装着外卖小时的纸带 如此甜蜜的互动 难道不是在谈恋爱吗 其实两人的感情经历 一直都十分相似 本身的性格都是那么好 同时两人也是被诸多网友 期盼在一起的情侣 也许是压力太大的原因 一直不可对外承认 如今被断证 想来这次不会抵赖了吧 毕竟马国民已然46岁了 目前马国民和唐师勇 是最好的感情发展期 而且一向在港媒的传闻里 马国民对唐师勇很有意思 属于那种单恋的感觉 只是碍于唐师勇身边只有伴侣 所以没有出手 2009年两人在合作铁马寻桥时 马国民就对唐师勇一见钟情 马国民总是公开赞 唐师勇是好女仔 但唐师勇就是对一直劈腿的崔剑包 死尽他底 前年终于等到唐师勇和洪永成分手 但马国民身边已经有黄欣颖 去年4月 马国民和黄欣颖分手 唐师勇又和陈思敏发展地下情 今时今日彼此目前都是单身 年纪更是相当合适 唐师勇一直遇人不输 多年来的恋情总是波折不断 而马国民自从与黄欣颖分手后 一直是空窗状态 现在黄欣颖队成员尼某 一头现身宠物店 马国民应该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马国民与唐师勇相识至今已经十年 他们之间的默契度和互相了解程度 已经达到了满分 无论是他们的身边朋友还是粉丝们 都非常乐见他们成为一对 现在他们终于公开了恋情 让人无比期待和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